手上這部就是Samsung最新使用Snapdragon X Elite處理器的Galaxy Book 4 Edge 大家都看過不少關於Copala Plus PC的Laptop 這部就以輕薄見稱 這次就和你看看這部機給你的體驗 設計和造工這部機是做得不錯的 鋁金屬機身 機身價位都很夠鋼 而以一部16吋機來說很薄的 重量1.5kg 加上充電器也比較輕 整體重量也不算很重 它也有14吋機的選擇 14吋機只是1.16kg 如果想再輕一點就可以選擇那部 螢幕方面手上這部是16吋2.8K OLED 16-10的螢幕 因為它是OLED螢幕 螢幕對比度和色水很漂亮 對畫質有要求的人 這部會比Surface Laptop 7更好 亮度表現最高300多Nits 其實就不算特別出色 很多機都做到500Nits 加上它防反光 都做得很好 拍得住MacBook 所以用起來螢幕都頗舒服 唯一投訴位的就是 依然不知道那條黑巴 為什麼會這麼寬 插孔左邊是HDMI 2.1 USB-C 右邊是USB-A 和MicroSD Card 以一部這麼薄的機器來說 它給你足夠的Port 還有HDMI Port 我覺得是不錯 聲質就不差 不過我覺得還有正部空間 低音和立體感可以再強一點 接著就和你看一下它的鍵盤和Track Pack的體驗 鍵盤鍵的Size夠大 亦都有Lump Pack方便輸入數字 看個人的習慣用不用得著 不過我覺得打字手感就不算特別好 鍵盤可以再深一點 現在還是打得不夠舒服 觸控板的話它就超大 按下去的反應都不錯 如果有Haptic Track Pack的話 應該更加好用 現在我也覺得 按一下按一下 我都不知道怎樣 總之不舒服 看下去之前 記得幫手按個訂閱鍵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記得訂閱我和Ansoni有的The Big Boy Podcast 有更多訂閱的話 我就可以幫大家找到更多資源去做 這部機是用Snapdragon X Elite 8400 是頂配那張Snapdragon晶片 但它的機器要做到這麼薄 不多不少會影響到它的效能表現 它出來的跑分表現 會比Snapdragon X Elite的Surface Laptop 7x 它的機身雖然有風扇 亦都有很大塊散熱板 在Heavy Workload的情況下 這部機也是挺熱的 不過風扇就一點都不吵 好像沒有著 之前我試過用Snapdragon X Elite的Laptop 去做執照、剪片 和3D室內設計工作的表現 可以看回我之前那兩條影片 今次同同你試的是 打機它又行不行 試過用這部機去推一些3A大作 大部份都是非常厲害的 而有些遊戲簡直是告訴你 它無法解決顯示卡 所以不讓你玩 接著有些就算玩得到 都經常會失敗 所以我的結論是 如果你買來打機就不要了 除非你想用GeForce LOW 那些Cloud Gaming的解決方法去玩 這部機真的多些 被人用來做文書和商務用途居多 其他需要的話 買回Intel機會好一點 接著到續航力表現 它的續航力都是預期之內的 我的使用場合下 去做文書和多工處理 每個小時用20%左右 計算如果調成省電模式 我想最多是6小時左右的電量 Video playback就12小時42分鐘 軟件方面 我出過一條影片 特意講過最新的Copala Plus PC功能的影片 如果想知道最新Windows的一些AI功能的話 可以看回 而除了Copala Plus PC功能之外 它還有Samsung Ecosystem的一些軟件支援 例如Quickshare Multi Control Samsung Notes等等 時間關係就沒得和大家展示很多 遲些有機會的話再和大家講多些 這次和大家看的 這部Galaxy Book 4 Edge 以16吋機來說 它的定價是有點進取的 14吋的話可能會好些 它這部機好的地方就是 它有很好的造工 輕薄的機身 OLED螢幕 很安靜的風扇 和Samsung的一些軟件支援 不過效能 續航力 和發熱就不算特別出眾 這次就這麼多了 你又覺得這部機器怎樣呢? 留言按LIKE 記得看我試過的那兩部 Snap the X-Elite 電腦 和Copala Plus PC功能那兩條影片 我們在那裡再見 拜拜